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是有些争议性啊 这一篇介绍的有些他没有写出来啊 那也就不讲了 有些争议性的 好 我们看 因为这是第二部分 下集啊 你就从前面看 是序盈原曲《努力》剩下者 喜欢看 《努力》《努力》》 Lu尽戏戏目的 《努力》剧《努力》 中心真感受到 他这个有名 史图瓦 他就是以这部系列 有名 变大牌 他17岁就开始演了 17岁 很年轻的时候 已经过了青少年了 但还不算大人吧 18岁大人 还算青少年了 就演了这部 他第一部就很好看 他第一部其实最好看 所以很多续集 很多连续的 他一共五部 一个三四五的五部 他第一部演得好 那就打好基础了 他第一部 尤其第一部 一开始就很吸引人 所以有的时候 明星叫明星那个范 明星那个范 还有那个导演 或者这个剧本 你能不能吸引人 一开始就吸引人 有些片子 一开始你就觉得不想看 但是有的后来就很好看 有的看了快一半 还是不好看 就是这个导演的功力 还有整个剧本 有些就是显 就是拍的 你就觉得不太好看 极乐 食之味 气之可惜 有些好片子 一看就吸引人 所以他这个片子 一开始 他跟那个 跟那个狼人 那一开始不知道 不是啊 那个吸血鬼 男主角 爱的花 他一开始不知道 所以一开始就有吸 所以演电影就是要有戏 你说没戏就不好看 有的时候大明星 是没错 可是他没戏 有的时候那个 没什么名气 他有戏 所以一部电影的成败呢 就是当然 演员很重要 但导演很重要 剧本更重要 所以缺一不可 你剧本一定要好嘛 然后导演的功力嘛 当然摄影也很重要 就是环环相扣 所以他17岁就演这一部 目光之神 无惧的爱 而且他是一个很齐情的 这小说就 他这种小说很多 可是他就拍得很好 有的小说很好 拍得不好 有的小说普通 拍得很好 所以这个导演的功力也很重要 他这个是根据 Base on 根据一个 这个series 连续的这个小说 就可能一级二级 就像那个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本来是 说给小孩子看 大人也可以看 大人看得也津津有味 所以当初那几部 这个 魔光之城 哈利波特 那个作家 赚翻了 所以那个 哈利波特那个 作者 罗琳 他写 他刚开始写小说 苦掉是没钱 连那个 贵的咖啡店不能去 要到的很平价 就是真的一穷而白 而且写了 真的是 三餐难以为 其实是夸张 结果后来 大发 后来就变成 英国很有钱的人 然后最后 还变成最有钱的人 他超过英国女王 后来说 写了四本 基本不写了 后来 这个影迷放不过他 继续写 他是根据 Stephanie Mayer 他的小说 他这个小说 还没有拍电影 小说就已经 Hed a huge following 就已经 有很大的 这个 Following 这边是当名词 他这边 应该写Follower 很多追随者 那这个是抽象名词 就已经有很多人 在 在这个 跟随他 就是有很多的 读者了 然后拍了电影后呢 Open to fans 又给这些 影迷啊 书迷啊 小说迷啊 Anxious to see 迫不及待去看这个 因为 看小说不一样嘛 跟看电影 因为小说是文字嘛 你要必须要 自己要想象 电影 不用什么想象 就拍给你看了 这个 Vampire 就吸血鬼啊 的恋情啊 就搬到现实人生上去 所以他 男主角演 两个都演得好 可是你说 两个演技多好 也不见得 就适合 而且有的时候 演员啊 他是演什么角色都好 那这两个未必 但是这两个就好像量身定做 所以这个选角很重要 有时候演员啊 男女演员演这部戏 哇 太好了 好得不得了 简直全世界就只有他们两个演 可是他们演别的就不行 就差很多 所以男主角以后来演别的 就是说服力就不怎么样 你主角演别的也还好 就是他们好像生下来 就是为了演这部戏而生下来的 那得到MTV Movie Award 得到这个奖 就得到这个最佳 这个女主角的表现 然后呢 他又继续 他在里面演Bella 又继续演Sequel Sequel就是续集 这个续集 Sequel 然后打铁趁热 第一部大麦 观众说 哇 怎么这么好看 当然有人说 这当然好看了 剧本 他小说就好看 有人没看过小说 哇 这部好好看 结果不久之后又演第二部 续集第二部 目光之神 那个 新月 New Moon 然后第三部也 目光之神 Eclipse 他总共演了 后来还有 这个他这边没写 所以他这个奇怪 这个IMDB 他更新的 你看一下2021还在写2010 那后来的破晓 目光之神 有分两集 破晓 奇怪 没写就怪了 有这么大的网站 应该要更新 可能是他们跟那个作者签约 还是作者后来不写 不知道 这只好更新到2018 2019 然后他反正拍了五部 后来这边没写 破晓 分两集 然后最后呢 最后演这个戏呢 就是在2010年 所以这个时间落差很大 可是他奇怪 你看2012 他有讲到 还有2014有讲到 奇怪 他这个破晓就没写 之后 他 这种 优优独播剧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 welcome to the release and she took on the daunting task of playing hard rocker john jett in florida sieges mountains to run away alongside dakota fanning stewart received praise for her acting and musical performances and later won the 2010 and bubta rather than start the world and best actress at the mil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or welcome to the release 尽管despite是尽管这个字就比较难 stratospheric这是平流层就高空我们天空有分同温层了平流层了好多层 那什么意思啊怎么会突然讲到这个平流层launch launch就是比如说下水典礼啦飞弹发射啦 那意思就是高空嘛平流层高空就很高的launch是往什么地方发射 往什么地方走啊就是虽然它这个非常高的这个launch 踏进了这个starting就是明星的行列 尽管呢尽管呢with因为他演了这个目光之城电影 哇他这个进入了明星的行列啊这个意思 平流层的launch就是很高高的啊 高高的啊进入高姿态的散受欢迎的进入这个明星的行列 但是他仍然stay true他仍然忠于自己呢her roots啊他的根啊 那怎么样呢by借由啊去跟那个啊 演了一些啊就是比较忠于他自己的 比如说啊菜鸟星人王啊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年纪 而且是真实的啊不像那个是虚幻的啊 像那个目光之城虚幻的啊这部戏是比他那个目光之城再早一点拍的 还有等爱的城市啊也演过这些电影的就比较接近他自己真实的人生个性年纪等等 然后呢他也took on a daunting task daunting就是很害怕的啊 daunting或者是很不很啊就是说啊他是演一个hard rocker啊重重摇滚啊一个女歌手啊 在这一部the runaways啊daunting task就是很很比较艰巨的挑战的电影啊 就是可能比较跟他呃本人差比较多的啊 就是让人害怕的也不能说害怕就是挑战性比较高的电影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stewart他也得到了price得到了赞赏啊 forst为了什么呢为了他的acting一些表演 还有他也会唱歌吧啊 我是没听过啊啊他的这个音乐的一些表现 然后呢稍后呢他就得到2010年的啊 这个bepter rising star就是上升的明星就新星的明星 还有这个就大奖了米兰 国际电影节的啊最佳女主角 这个美美国影星尤其女星啊得到这个米兰这个国际角好像不多 脑子这个不容易啊这个奖不得 虽然他没有拿到奥斯卡奖因为年纪太轻嘛 而且奥斯卡不喜欢颁给那种很虚幻的科幻的啊 或者是那个像007啊这种啊就是超过生活太多了啊 不写实的啊他们喜欢颁给这个讲写实的 有喜怒哀乐的啊 像一般人可以体会的到啊 那他也等爱的城市里面拿到的米兰的国际奖的这家女主角 这个就不容易啊 但是他能不能拿到奥斯卡奖那看剧本 他是外形是没问题啊 当然他行为有些争议 但他的角色呢 演技呢 他的演技 中上吧 就是中上吧 因为他那个 他的这个 喜怒爱的变化不大 不大 所以有些好的演员啊 哭的时候啊笑的时候啊 你看像美丽死脆谱啊那些 那个演技多好啊 有坏蛋那么坏死啊 演好人又好的要死 演可怜人嘛 你简直是 你就这么哭了要命 演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穿着恶魔的女儿 哇那个样子啊 所以好的演员是 是那个孙悟空啊 七十二变 那有些人就是 永远是那个样啊 所以他 那个克雷斯丁斯图华这方面 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还有他的表情的变化 他的整个人的张力 看起来还不是那么够 还没有露火层 你当年轻嘛 可以再 再历练一下 Stuart starred in several other movies film between the twilight saga instormance including the number one summer box office hit Snow White and the Huntsman and the Kenny selection on the road 所以他 这段时间呢 2012年左右啊 又演了几部啊 其他类型的电影啊 包括就是他在那个 这几部啊 几部目光之城啊 因为目光之城大概 也前后也演了六七年吧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也接了别的戏啊 也不能说全部等那个五集啊 所以 那别的公司也会找他演啊 所以又演了 这个 这个 box office hit hit本来是 几重啊 就是热卖 就卖得不错 所以 电影里面啊 这个hit就是表示 卖座很好的意思 公主与狩猎者 另外大明星就是演那个 那个南非的 我们前面 介绍过的啊 那个漂亮宝贝 结果升级啦 因为那四十多岁啦 演妈妈 演这个 这个 这有点 白雪公主演那个 后妈 这个特异功能的 这部戏 一般啊 可以看啊 但没有什么太特殊 剧情 剧情也是蛮 蛮虚幻的啊 但是演起来 没有太特殊 因为男主角就是演那个 也雷胜说 雷胜说 个子高 外形什么也不错 可是演技 演技不怎么样 没什么表情的变化 然后又演浪荡时代 她这个 后来他又演了几部 包括这个 星光 云集 这没看过 这个也不错 得到凯撒奖 这个也不错 奇怪 他就是美国的奖拿不到 外国的奖拿得到 凯撒奖 然后呢 又演过废才特务 菜鸟新人王 演过这几部 Trivia Trivia就是一些典故 小故事 小故事 好 我们看看他有什么 小东西 Hit wear brown contact lenses for twilight because she is naturally green eyes while Bella's eyes is supposed to be brown Stuart wore the brown color contacts in the first four of the twilight films in the fifth and the final film Stuart wore red contacts when she was a newborn vampire and an amber color contacts and she matured towards the Indian film 所以这个 这是等于一个小趣味 所以我把它拿进来 就是他戴隐形眼镜 他戴棕色的 咖啡色的隐形眼镜 在演末光之城的时候 一开始 一开始演 那为什么要戴呢 因为 他原来的 这个颜色 眼珠 颜色是绿色的 天生就是绿色的 绿色的颜色 但是呢 在小说里面呢 Bella 他演的 他演的那个Bella 他应该是咖啡色的 所以他前面都是戴着 隐形眼镜 我们就说那个 原来很多啊 还有那个 各种的 有颜色的 还有放大片 这眼睛看起来特别大 所以他在前面四部 四部的 目光之城 都是戴这个 咖啡色的 隐形眼镜 但第五部开始 以及最后一部 他就戴红色的 换了 换成红色的隐形眼镜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剧情 看过很多都知道 因为大部分人 应该都看过 因为他演一个 Newborn 不是婴儿 他不是婴儿 就是一个新生的 一个吸血鬼 他后来自己选择 长生不老 就叫他男朋友 咬他一口 他也变成新的 吸血鬼 这吸血鬼叫戴红色啦 他也不一样 还有Ember 就是琥珀 琥珀的 琥珀的 这个 隐形眼镜 就当 S就是当 杰西茨 当他变得更 成熟一点了 以后来生小孩嘛 然后在这个 戏的尾巴 那另外一个呢 小故事 就是说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social media 就他 他是很特意独行 所以有时候 电影明星 表面上 跟实际上不一样 当表面上不一样 因为他演很多部戏 每个角色不一样 但大体上来说 他都给人一个 荧幕上的形象 比如说他都演好人 但实际上 实际上呢 台下很放浪 刑害 胡搞瞎搞 那有人上面 荧幕上演坏人多 实际上这个 非常慈眉善目 非常这个 与人为善的 不一定 那克里斯丁 斯图华 他不喜欢 participate 不喜欢参加 社交的 social media 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 还是media 社交的一些 比如说Facebook YouTube 什么东西 一般的 社交的 社交的一些 平台 一些活动 他不想参加 就是 所以有些人觉得 他不合群 不合群 然后他之前有一个 比较不好的 一个 这个八卦 就是说 他后来跟那个 男主角 男主角 就是 恋爱 恋爱之后呢 后来他又跟 另外一部戏导演 两个 好像是车证吧 在车里 还是在哪里 这个细节 记不清楚 哇 结果后来被爆出来 结果呢 他男主角 男朋友很不高兴 后来两个就分手 所以他有一些 甚至有一些传闻 就是他可能性别上面 可能是比较多方面的 这是我15个YouTube频道 都系统功能性的 反正开卷有益 你看了之后 你看久就知道 我的视频 英文视频 与众不同 就看你 能不能按耐心 心子下来 多看几片 这集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